中国叫大同的地方可不少 很多地名之所以起大同 是因为孙中山曾经说过天下大同这句话 因此民国时期很多地名被改为大同 今天的大同古镇位于四川的琼来 它的名字却是1958年改的 不知道到底是为什么 大同镇就称大兴厂 清朝康熙年前开始繁荣 这里曾经是长马古道上重要的场镇 这里距离琼兰18公里 小镇衣衫傍水 风景秀丽 大同古镇如今被打造成了彩色小镇 岩浆的房屋全被涂成了五颜六色 看起来非常奇幻 当然辨识度也非常的高 但是这些色彩严重破坏了古镇的总体风貌 看上去有些恶俗 古镇沿江而建 房子大多是水泥钢筋建造的 染成这样也是一种遮丑的行为 沿着河边的小路前行 耳边传来了鸡鸣鸟叫 艳里的色彩 让人好像只是一童话世界 这是一个岔河 前面那座狼桥 是御龙桥 以前沿河并非是这些冰冷的水泥建筑 而是一座座独具特色的吊脚楼 人们惬意的蹲在河边 洗衣淘米 轻盘的小船 悠悠滑过 留下一道道涟漪 构成了一幅宁静祥和的画面 偶遇一位垂掉的老人 河边一个奇怪的树墩 被长长的铁链拴起来 不知是为什么 小镇有两座狼桥 这是其中的一座叫高桥 桥上虽然能够遮风避雨 可是并不能让人们歇脚 沿着小路向镇子里走去 两边的建筑 渐渐换成了古朴的老式墓屋 沿路都是各种餐馆和民宿 雾边一户民居中 一位老人正在写书法 满堂所挂的 就是老人自身的作品 古镇陶冶着人们的性情 培育着人们的修养 这盆植物让老巷子更加清幽 这里有一些有关孩子的壁画 旁边就是镇里的小学 御龙桥坐落于古镇的中心 全木结构 造型精美 很多老人喜欢坐在这里 闲聊家常 享受悠闲的时光 廊桥将古镇的两个部分连接起来 河岸的两边古民居还是以前的样子 经过简单的修整后 看起来赏心悦目 古镇的商业气息比较浓郁 几乎每间沿街的房子都被开发成店铺 古镇里面 随经修整 然而遵学修旧无旧之原则 依旧保持着古朴的风貌 两边的民居上的门板带着岁月的痕迹 今天并不是节假日 镇上的游客并不多 湾区的老街上非常清静 偶尔有主人在自家的屋檐下乘凉 这个路口是古镇的中心 很多好吃的饭店都坐在这附近 这多少钱啊 三块钱一个 您给我来一个好吧 我尝尝 这已经炸过了是吧 炸过了 我老今天晚上有咱吃这个 少来点辣椒就行 古镇的特产是油炸豆腐 非常美味 古镇如今居住着大量的人口 因此商业比较繁荣 不出镇子就能解决大部分生活问题 这条长长的老街更加纯粹 两边的木质老屋依旧保持着百年前的风貌 几位邻居正在打纸牌 享受着午后的休闲时光 这栋民居的木雕非常精致 您好 您这房子真漂亮 哎呦挺好的 这个楼房没啥意思 千天一律 这个房子非常漂亮 我给你住管理了呗 还是这个好看 那楼房都长一样 不漂亮 要是那里面去住管理 这房子比较安逸 哦 那家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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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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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 哎呦,我这三十年,我还怕留难去的房子 您这房子有100年了吗? 100多了 我们的房子全是什么,那我们的娃娃都是人人最多的 您70多次就跟这儿出生的是吧? 哦 那您这个房子几代人了住了? 起码都住,可能一样,我都有一家 这家就住了三代了 哦,这家就住了三代了是吧? 哦,这家就住了三代了 哦,这个就是三代了 他们老婆在嘛,他们住也在 哦,他们女儿也在,三代 哦,他的爷爷还在这? 他们姻不在乎,妈都死了 哦 这个以前也是做商铺的吧? 哦,这个是商铺嘛 哦 以往关门的时候,就是讲解的时候就去商铺 哦,商铺,解放以后就不是了,对吧? 还是商铺嘛 这个解放前是做什么生意的? 解放前是做什么生意的? 解放前还是就去商铺 不得人啊,大牌啊,还有会儿就是 来就是买,这样让孩子觉得知道该买的 哦,茶馆啊,大牌啊什么 那您家解放前还挺富裕的啊 我们家,我都是商铺的,让人买的 哦,哈哈哈哈 不是的 我看 正街 在这里有一个拐弯前面 步履攀山的老人 背着一个打农药的箱子 刚从地里回来 正街的尽头是一座二寮庙 那不大的小苗被漆成了珠红色 甚是奇整 院内有几丛小花 还有几个造型别致的佛像 以及一个年代久远的小狮子 那不大的小庙显得格外宁静 祥和 安静地处立在正街的尽头 宛如一位守望者 大同古镇还有一个吸引人的地方 就是在正街的背后 有一座古树公园 沿着石板路 向前周围的植被 繁茂完全是一个天然的养巴 古树公园里面有20余棵参天的南木树 其中400年以上的树林16棵 这棵达到500年 每一棵高度都在20米以上 巨头望去 南木好像一位威风凛凛的大将军 南木的树干笔直 非常适合做古建筑的柱子和大表 因此 现在能留存下来的非常罕见 写着远东寺的钟 年代已经很久远了 顺着蜿蜿的小路前行 路边有一户人家非常幽静 他们就生活在古南木的树下 享受着大自然的恩赐 与世无争 宛如世外桃源 古老的小镇被五颜六色的颜色涂满 很多人喜欢 很多人厌恶 无论怎么评价 这里都是一片风光秀美之地 与喧嚣的世界相比 大同古镇宛如一片宁静的净土 让人远离 纷扰 回归内心的宁静 你不妨亲自踏上这片土地 用自己的双眼去领略大同古镇的美 或许你会有别样的收获 中文字幕 李宗盛 李宗盛 由我出品 阿姨 毛 那边